大数据的时代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绝对可以去把一些资料去做出来一些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定出一些高准、目标 不管是主管 能够直接在这边一目了然的看到一些什么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2008、2009、2010年3年的资料 假设现在是2010年的4月1号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报表 及时看到这个报表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主管 他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情了 发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2010年是红色 他就知道说在相对比较的情况之下 这边是不是有两条线 一个是平均线 一个是目标达成 那相对的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如果跟2008年比较的话 他其实会大幅上升 2009年是大幅下降 那在这个地方 主管这个时候面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挣扎了 他应该如何下指导期 而且决策要是做得好 一个是上天堂 一个是下地域 就是一个会越来越好 一个会越来越不好 但是至少有了这张图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应该已经可以发现一些事情的问题点了 然后接下来去想对策 最怕的是 如果我们只拿到一些资料报表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边 我们该怎么做 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说 原来这边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再来 那如果是承办人员 承办人员看到这些目标 他应该会这个时候询问自己一件事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要继续持续往下降的话 相对的可能绩效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往下降的过程 应该要想办法怎么样往上提升 好 那相对的 这个时候呢 主管跟承办人员想的事情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 大家有了这张图 才能够一起想相同的事 如果没有这张图 怎么会想到相同的事呢 所以即时的在4月1号做出这个资料表 他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说 他可以让主管或者是承办人员 一起来去思考 而且直接看到问题的所在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大数据分析结合到管理的层面 那相对的等一下我们就要设出几个不同的线来去 不管是提醒自己或者是给承办人员来去观看 这个是我要去跟新北市政府高阶主管演讲的最后一张 下一张就是谢谢您今天的领评 我只是把那个结论告诉各位 因为大数据分析跟知识管理的结合 这真的会越来越重要